花蓮市再多一处打卡景点位在市区中心 以包子、观光、名产等名气取胜的公正街 施工所日前把铺面全新改善 道路铺面上的红橙、黄、绿、蓝五种色彩 不仅视觉美观 高细数防滑期更是提高了行车安全 这条缤纷亮丽的彩虹街道 吸引了不少人来拍照打卡 花蓮市以包子、观光名产等名气取胜的公正街 最近换新装了 以红橙、黄、绿、蓝五种颜色的地板铺面 吸引了许多游客目光 市长温嘉贤表示 这一段路面不只色彩缤纷亮丽 更具有高细数防滑安全功能 我们公正街号也因为过去有一些滑倒的一个状况 那道路比较容易造成机车歧视或行人 因为行进那边天雨路滑的时候 会有跌倒一个情形 那我们及时广义在公所的同仁里面思考里面 后来想出几个解决的方案 那经过多方尝试之后 那我们决定用我们的一个彩绘的方式 让它可以止滑 那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基本的防滑系数 提升到70BPM的一个部分 那也让更多的安全性能够提高 那当然用彩色的部分 我们也思考要用什么样的彩色 让这边可以呈现出另外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我们尝试着用彩虹的方式 其实也呼应到我们今年的一个全中运 就像一个赛道一样 这样更多来到花莲观光客的朋友 都能够感受到花莲运动的热情 那彩虹其实有另外的几个意义的象征 就是和平跟我们种族之间 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那也希望说 母国际情势其实很多的战争的状况 也希望借由这样子 能够唤起大家对于和平的一个重视 现场有不少来自外县市观光客 在公正街上拍照 上传到IG和脸书打卡 而道路中间有花莲的英文字样 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条道路长约70公尺5米宽 犹如小型赛道 车辆或者人行走在上面 会自然而然沿着赛道来行进 十分有趣 花莲市公正街彩虹路面 将重为花莲乡亲及观光客打卡的最新景点 这里会幻视报导